西迁福尔加河下游的墨西蒙古土耳护特部 在沃巴西率领下摆脱沙俄统治 回归祖国 他跟谁是一部的 是跟谁是一部的 刚说完 准格尔一部 准格尔这个墨西蒙古一共是四部 准格尔 杜尔伯特 土耳护特 杜尔伯特 一共四部 准格尔强大起来就欺负那三部 所以杜尔伯特远走墨北 杜尔伯特奔青海 土耳护特奔欧洲 走太远了 一路没停下来 到了欧洲 福尔加河下游 当时那地方属于无人区 他明朝都是去的 那地方属于无人区 所以他在那就建立了准格尔韩国 发展的挺好 结果俄罗斯帝国强大起来就开始压迫他们 压迫他们收税 你得跟我去打仗去 你得忠于沙皇 你得说俄语 你得信奉东正教 所以他们不堪忍受 在沃巴西克汗的曾祖 阿裕齐克汗在位的时候 他就派人绕到西伯利亚 走了一年来到北京 朝见圣祖皇帝 圣祖非常高兴 派内阁学士图里琛 回访托尔伯特 绕到西伯利亚走了一年 图里琛学士 不如使命走遍了每一户蒙古牧民的帐篷 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你们在这儿 二等公民受人欺负 你回国那不得了 朝廷诉众皇教 我们最看重的就是 藏传佛教 诉众皇教 蒙古人都是信仰藏传佛教 我们诉众皇教 而且我们的皇后都是蒙古格格 你这皇后里边有蒙古人 有满人 哪有汉人啊 汉人 汉旗可以做嫔妃 但不能做皇后 你看皇后除了蒙古人 就是满人 你诸位回去那都是国舅爷 你看那感觉 这王人特想回国 可惜阴差阳错 一下就等了 百十来年 那边可汉换到了 沃巴西 这边皇帝换到了乾隆爷 换到乾隆爷 当时俄国在位的是 俄国历史上最著名的 叶卡捷琳娜 就是女沙皇 叶卡捷琳娜 是一个德国女人 然后嫁到俄罗斯做沙皇 她是跟彼得大帝一样 就是想要大帝称号 就他们俩 沙皇就他们俩 想要大帝称号 连年对外 战争 对外战争 他就是扩张欲望 强烈 连年对外战争 后来等他 托尔沪特四万青壮年 为俄罗斯帝国战死沙场 跟土耳其人 跟波兰人 跟瑞典人 打仗 战死沙场 托尔沪特一共才多少人 再打这托尔沪特就 灭了 没难的了 一大帮 说俄语 吃鱼子酱 长大的托尔沪特贵族 在圣彼得堡 念书 然后准备用他们回来 管理托尔沪特各部 那托尔沪特就被什么 同化了 就被同化了 所以这个 阿玉 这个 沃巴西可汗在位 都一琢磨 这事啊 不能这么干了 我们必须得怎么样 得回去 得回国 回国 因为托尔沪特人散居在福尔加河两岸 所以这个 沃巴西可汗决定 待冬天 福尔加河结冰的时候 两岸的部众会合 一起东归 结果那一年是暖冬 福尔加河迟迟不上洞 而托尔沪特人要走的消息已经传开 这个伊卡吉尼纳大帝派奥伦保元帅 率四万俄军 昼夜兼程 赶往这个土耳沪特部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所以沃巴西可汗忍痛抛下了北岸的九万部众 率南岸的十七万部众 万里东归 这十七万人是 吃奶的孩子 八十岁老头全有 是吧 然后赶着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乐乐车上边 什么脸盆 什么什么什么 沐浴也全带的 是吧 全带的 是举足冬迁 俄军在后边 紧追不舍 所以这个这个谁 最后这个 沃巴西可汗没办法 派自己的弟弟 策伯克多尔纪台级 率九千勇士 断后 最后这个策伯克多尔纪 和这九千勇士 全部战死沙场 十七万部众东归 到达中国境内的是 四万三千人 那也就是说 这比那两万五千里长征 还长 对吧 那都从欧洲回来 那地方天上无飞鸟 地下绝人烟 那大沙漠 盘古开天地 来没人进去过 是吧 他们能第一波 第一波进去 所以乾隆皇帝 非常高兴了 我们看这个 这个玉址 是吧 走了一年多吧 可能得 是吧 说乾隆皇帝的玉址 一等如此携剑 远道辛苦 祈求前来者 书为可民 理应妥善 安抚办理 所以给他们在北江 画出了最丰美的 牧场 你们跟这儿居住 像这个 这个什么 都是 这个谁啊 这个 这个 沃巴西 可汗 都朝廷封为亲王 世袭网替 是吧 一直传到这个 民国的时候 末代 末代亲王 现在还活着呢 八十多了 现在还活着呢 那就是末代亲王 曾经搬过 库尔勒州的副州长 是吧 就是库尔勒 蒙古自治州副州长 就是本朝的副州长 那当年就是末代亲王了 一直在活着 是吧 所以他这个是 你想 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万里东归 哪边东 那边 这边 东归 是吧 向着祖国 太阳升起的地方 说明我们这个民族 凝聚力和向心力 十七万人 回来四万三 你想想 是吧 那全都就回来 留在北岸的这个 这些人呢 就后来就被俄罗斯帝国 就同化了 这帮人 今天还在俄罗斯境内 叫做这个 卡尔梅克人 卡尔梅克人 卡尔梅克人呢 这个就是 卡尔梅克就是 土耳乎特的另一种 翻译 另一种翻译 卡尔梅克人在沙皇时代 就是 骑士嘛 所以为这沙皇 当兵 打仗 是吧 这个十月革命 胜利之后 这个 当然他们就不受代价了 就他们跟哥萨克一样 被看作是这个 反动势力的这种 这个代表 代表